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是印度的主角中心 里面有很多印度的料理哦 一二三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 今天乔林日志在带大家来新加坡的这边 The Banana Leaf 这是餐厅 印度餐厅哦 然后这个地方在就是我之前介绍的 印度很有名的主角中心的附近 那这一区就是小印度区啦 然后会有很多就是印度的美食 然后还有就是印度卖黄金的地方 甚至印度庙也在这附近 然后今天会来这家餐厅是因为最近 台湾的男演员温生豪 他来新加坡拍片 然后他有在这间餐厅吃过 然后就追星追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探店 然后美食探店 然后来这边吃吃看 那我们就带大家进去吧 走吧 let's go 晚生好呢 是在4月3号在他们官方脸书 有po文来新加坡 然后他是搭长龙航空 从台湾飞新加坡的 然后这是他们的早餐 一样是Safe Entry进入餐厅哦 好 这也是他们家的menu 跟大家讲一下印度餐厅点餐那个诀窍 首先你要知道你要点什么样的肉 不一样的肉 不同的料理方式 然后就是他们家的淀粉 就是饭类啊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num 你要点什么 再就是一些蔬菜类 你要点什么 然后这一本是他们另外的 就是饮料本 他里面有奶茶类 水果相关的东西 像还有一颗coconut都可以点 然后酒类的话我这边不推荐 他价钱有点贵 这样就给大家做参考了 你要卖了 这个呢 谢谢啊 上一次啊 温生蚝啊 坐在这个位置 现在 唯一的 呃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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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温生蚝他们快吃完的时候 然后在一整桌上去要求跟大家拍照 然后他本能还蛮亲切的 treatment 咖咖咖咗 我版掉 他这个 它上面有这个 大蒜 那一棵一棵白白的都是大蒜 有蝦的好像 用手吃的啊 在这种餐馆你基本用手吃的 这个是我们的满满的order 这个是咖喱羊 然后这是咖喱鱼 然后这个是 透Q吗 透Q小管 然后这个是咖喱虾子 然后这沙拉 然后它是这样吃的 放在banana叶上 然后这是印度厂里做的那个焖饭 这是印度奶茶 里面有鸡肉的饭 然后这是印度拉茶 然后这是印度拉茶 它里面有包东西 它里面有包东西 这羊肉 鱼的眼睛 鱼的下巴笼 鱼的下巴笼 鸡腿跟蛋白水煮蛋 鱼的蛋白水煮蛋 鱼的蛋白水煮蛋 它是没有糖的 鱼的蛋白水煮蛋 它是没有糖的 它给你一包糖 它像在咬那个 鱼的那个印度肠米 对特的 它这个是可以一直要求 然后可以一直去 一直去 然后这边外国人也有 华人也有 印度人也有 都会来这边吃 它那个不一样的 它里面有姜黄 黄色的 不是白的 有啊有鹽肉啊 这个就鹽肉 OK 我们今天两个人吃 133.15 The Banana Leaf Race Crossroad Banana Leaf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 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i know you i know you